弟兄姊妹平安 新年龙虎 大概在两年前的这个时间 我经过潘牧师潘师母的介绍 他说有一个很好的课程 叫我去学一些 那我说怎么学呢 他说你要先学丰盛的生命 丰盛的恩光 然后基督生平 那平常我们在教会里面 参加很多查经的课程 但是我的感觉怎么样 好像都是这边来一段 那边来一段 好像怎么样 没有一个系统 你可以把它连接起来 那么甚至我们在跟人家 传讲好消息的时候怎么样 也讲得结结巴巴 片片断断 那我想这个也许是一个 很好的机会 所以说在两年前 也是像这种天气 下雪天 那我的第一册 是在我们的姐妹会 生命和领域榜学的 那么很荣幸 那个时候是带领这个 第一这个机构的牧师跟师母 亲自来这边传授 李全民牧师跟古斯华师母 两个人截然不同的风格 那么后来我从第二次开始 是潘牧师潘师母来带 两个也是不同的风格 有些是很严谨 那有些是怎么样呢 好像让你有欲罢不能的感觉 我想在座的弟兄姐妹 很多人都学过这个课程 当你刚开始的时候 你会感觉到好像有一些负担 怎么样 功课一大堆 甚至像我们的王姐妹 她回天津 去老家回家看一看 那么因为这个课程 她还把课本怎么样 从这边带回天津 然后回来以后 马上上课 那么我想这个是 每个人学这个课程的感受 那么我写这一份分享心得 是在半年前完成的 我也花一年半的时间 完成了这个基督生平的课程 那么半年前的领受 跟现在的领受 又截然的不一样 那么因为是在半年前 这个也是我们完成这个课程 必须要做的功课 所以说这个是我那个时候的功课 我把那个时候的概念 先跟大家报告一下 然后再跟大家报告 我今天的领受 这个是我半年前写的一个 学后感言 感谢主让我有机会 能够接受TEE神学 延伸教育这个课程 从丰盛的生命 丰盛的恩光 到基督生平 这些教材的学习 那么特别是基督生平的课程 一共有六色 一年半时间的演习 那么在这段时间里面 我们在这段时间的时光里面 好像就经历了每一天跟神会面 聆听神的声音跟对话 这个是我如今多年 很少有的体验 那么我充充满满的 也丰丰富的领受得着 真是要归荣耀给赵天立万物的耶和华神 这个课程很简单 很容易 刚开始的时候 像我们庆祖多年 严经多年 刚开始的时候 我把它当成是怎么样 好像是小学生的读 看起来一点都不起眼 但是慢慢的当我深入去学习以后 它在我灵命里面 很多想不通测不透的地方 它都怎么样 一个一个关口帮你把它解开来 那么所以说这个课程 它是很容易学很容易懂也很容易用 它深入浅出 它的方法很科学很简单 你先跟教材的设计来引导来窒息 然后你反复再三的加深一下 它的内容很丰富 它的教学很严谨 使每一个参加的学员都能够 一把不能破一两兜 当然我们要感谢 带预这个课程的这些牧者 我是接受了两位牧师 两位师母的教导 那么在这个教导里面 它给了我更多学习的样式传承 那我就看到这边 我们要传承使命 那么帮助这个教会 装备信徒成为主的门徒 他不仅提高了我们 侍奉了心智 也让每个人 更认清自己属灵的恩事 学以致用 灵命成长 成为神果重要的器皿 合护主用 在奔主天路的过程里面 我们尽心决力 做好神的付托 并成就生命中的命定 那么刚刚潘默士在讲道的时候 提到保罗 我记得 我常记得保罗讲过的一句话 每一个基督徒 我们在信心里面所做的功夫 在爱心里面所受的劳苦 因忍耐所产生的盼望 那我就想到这句话 那么我在学习在那段时间 我是这样子的感受 但是今天当我坐在底下 看着这个两幅标语的时候 传承使命 同心同行 还有刚刚潘默士所传讲的信息 我们要走出去 我们怎么样走出去 今天我们封收铃铛堂 我们要在这个地区 成为扭转这个世代的教会 我们的根基我们不稳 你走出去我们不稳 能不能影响这个世代 这个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 灵命一个很重要的关卡 今天我们不是说走出去就走出去 我们要传承就传承 我们要同心就同心 没有这一些教导 我们很难的走出去去传承 我们也很难的可以同心同心 所以说在我个人而言 我从这个课程里面领受很多 也包括有这么一个很好的机会 来鼓励弟兄姐妹 让我们在封收铃铛堂 在教务同工的 他们很苦心的规划里面 他们苦心的规划 他们在爱心里面 受到了劳苦 那么巴不得我们每一个人 我们在信心里面 也能够多下功夫 那么然后我们一起 令人寿来迎接这个叛望 谢谢贵弟兄姐妹